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就回到來玩這個Challenge 就是這個Royal's 5th Birthday Challenge 題目就是這樣說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 砌一個Elicit Golem的Deck 前面Stage 1 純粹是讓你去練習一下 去想一下有什麼Deck 是去砌關於Elicit Golem的 你又會帶什麼卡去 去砌關於Elicit Golem的 我這次就是砌了這一副 很明顯,Pekka,Hunter Boom Tower 全部都是砌關於Elicit Golem Earthquake 多數都是我自己帶Boom Tower 人家沒理由不帶一個建築 Furnace,Boom Tower 都是普遍的 所以都帶過Earthquake Dice Theron那些 可以隨時電好 Earthquake Dragon Wizard 甚至Valkyrie 很少的Farcracker 都可以 看看落到場 是怎樣去用 對 那就是Elicit Golem 如果你解到別人的Elicit Golem 你賺到四滴水 可以說是可以出一隻Farcracker 可以出一隻Farcracker 也行 不用Cost任何的Elicit 去出一隻Elicit Golem 所以就 對了 去到正確情況 再出一隻Elicit Golem 那就可以 可以來到Counter Push 現在我已經輸了三場 用了一百Gam 所以 因為 我前面的Stage 1 是試得不夠多 中間都是 有點不熟練 好 今次選擇是Farable Wizard rather than Earthquake 待會這個 適合時間 就會 電進去 好 我這裡也不選擇電 直接用Berry Dragon 拉 那麼 Hunter 這裡也殘血 做了Counter Push Berry Dragon 還沒死 那這裡Earthquake 究竟是 殺不殺死 Magic Archer 殺得死 OK啦 Earthquake 就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要Destroy 建築 那麼對面 有多4滴水 好了 選擇在後面 出個 Elicit Golem Numberjack 都打到幾下 那這裡可能我會選擇用Packard 那這裡可能我會選擇用Packard 這個是Magic Archer 快點去 搞定Berry Dragon 那這裡也未必一定要用到這個 Numberjack 對了 這裡就用了 可能這裡也太早 剛才我還有水 看看會不會出其他東西 再一次過 對了 立刻加回 BOOM TOR 先 這個BOOM TOR 都不是拉得很好 就好 他又有Latural Dragon 又有這個 Executioner 那這裡有 Magic Archer 一起電壓 非常之讚水的Light Sting 其實這裡我也可以選擇 出另一個Elicit Golem 那這裡但是不用了 就是那個Elicit Golem 可以已經 爆塔了 記住了 就是 那些 那些 那些Cycle很重要的 你要 好記得 你自己的Cycle 你自己那個 Card那個Rotation 因為 因為你一 可能 我打過比喻 我之前有一場就是 輸那個Mega Knight 我等一下可以 展示 那個 人家的Deck 給你看一下 那些Timing啊 究竟 選不選擇 這張卡都很重要 好 這次人家就用到 這個Boomer Boomer這一張都很厲害 好 這個自己Rotation 先出了Bray Dragon 好 這套Hunter 非常 殘血 好 這次人家就用Skaternami 但是這套Skaternami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 發死了Hunter 但是這裡就 他第一波就散到 這裡也來個Counter Push 但是這裡我就會被他爆塔 還有我都會先介紹Bray Dragon 誒他這樣 Earthquake再加Bray Dragon 再加個Hunter 因為我還有Double Elixir 去追 所以 希望沒問題 這裡賺了4敵 Earthquake 然後攻過去 小心 啊 不用小心 因為剛才他也出了Skaternami 所以這裡可以放心 攻過去 到Double Elixir 就 很好運用這個Packard 好 好 有一點點折了 好 有一點點折了 主塔 剩下 1,000多血 兩個Lisir Golem 攻過去 應該沒問題的 這裡 我的Light Sting 還要炸了主塔 最後一個Earthquake 是有一點點危險的 主塔 其實他一波Earthquake 再加Boomer 也是有可能的 對啦 直接拿到主塔 但他這裡就沒有這樣做了 好 再看一次Emoz 好 就是這個 是一個很可愛 又有關於Crasher Out 五周年生日的Emoz 已經完成了 我給你們看 我剛才 Tournament 試用了兩次 那 你可以當我是 九 聖三符 就用這個 其實開頭 我是選擇用Poison Poison 因為 我想應該 可能Skatern Army 那些比較多 但是 我發現和Earthquake 好像重複了 我又有Billy Dragon 去選擇 Minions 那些東西 所以 Poison 就好像多了 那 直到 我有一場 是遇到這個 Sparky 那 在哪裡呢? 大家找不找到 Sparky Sparky 對啦 這一場 對Meganite Sparky Poison 完全是 對Sparky來說 所以 就 所以 最後 我這裡就輸了 那 那 這裡 開始轉 用Listing 那其實 頭幾場 我都是去 適應 所以這裡 都輸了幾場 大致上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挑戰 都很簡單 所以 只要花 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你們都可以 去 拿到一個新的Emos 祝你們好運 今天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 之後都有這個RAW Tournament 應該 我記得之前的RAW Tournament 跟普通的1v1 那些Tournament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都 正常打 看看可以得到多少 WIN 那下次再見 拜拜